朱雪糕 朱雪糕 豆干跟脆肠 中场休息 木厨乳味 這也是樂華 我覺得也是蠻有名的 蠻好吃的 口袋名單 我很喜歡老闆店 老闆娘都很親切 是一對夫妻 我特愛老闆娘 蛋白 我不知道老闆娘不錯 你看 你看 而且它就是 它單價都不貴 就是一小份一小份的 所以你可以吃很多東西 它就很 很我們傳統的木廚 就是很傳統的木廚 我覺得還蠻不錯 個人很愛上木耳 木耳是酸酸的 就是 比較酸醋 就是我還蠻愛上 這就是拿去 其他的木耳 好辣喔 小辣 你要把它弄散一點 脆腸 它賣豬雪糕看起來很好 這就是我們以前看電影的時候買的滷味 對那個什麼萬年滷味 是不是 你 你 對不起 你忘了一下 米血 你說你沒有買很多 沒有 看起來超多耶 那我覺得像這種 我不是很愛吃豆干 但我覺得像這種 對啊 看電影的目出滷味 我就會想要吃豆干 嗯 我會想喝 你都不吃豆干 那你就是 只會吃他們家的豆干 豆干 很難豆干裡面有味道 它每樣東西我覺得醃的還蠻不錯 真的喔 它在肉環夜市 賺錢斷 7點開始營業 好不好 豆干超有味道 很香 他們7點才會營業 6點不要來喔 對6點不要來 7點 好看固定修心情天堡 喔 吃這個好想放一部電影來看 來 嗯 它青菜很多啊 好吃耶 嗯 對阿 青菜 其實我覺得 它的味道 我覺得啦 個人喜好的問題 我覺得它比蜜醬乳味 好吃 好吃 它也 木齒乳味也會排隊 對 它當然沒有蜜醬乳味排這麼多 但是我跟你講 它的味道 我覺得會 我覺得耐吃度 我覺得不一樣 蜜醬乳味是因為 有被部落客寫完之後 對 它才突然間爆紅排隊 對 那木齒的話呢 它就一直在肉環夜市 生根很久了 然後呢 有固定的客人 有固定的客人 它也沒有做任何的宣傳 任何的行銷 有啊 現在我在幫它行銷了 現在我在幫它行銷了 看我們吃 大家應該會想賣吧 跟馬鈺先回去吃吃看 因為我覺得不錯 我們就會 我就是很愛點 就是 嗯 青菜也好吃 然後 豬血糕啊 然後 豆干 然後 木耳必點 女生一定會很愛 喔 它這個味道很特別 它是酸 酸溜溜 我喜歡 來一個 來一個 但不是到很酸的 喔 我去買的時候 它已經沒了 只剩這一小份 然後脆糖也不錯 然後 它的那個 雞爪我覺得也蠻夠味的 這個味道超壞 嗯 但會有一點點小辣 然後 呃 它的甜不辣 粿啊 水晶餃啊 看起來其實都還蠻不錯 那種美白 我怕太多了 你不要吃蛋白 每個都想要 吃 嗯 吃一下子 應該是我的腿 應該是我的腿 你現在說我是要還的喔 但他們很早 就是可能10點後吧 青菜就會賣完 你要吃嗎 要不要吃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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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湯會看我們吃 他覺得很好吃 他應該等一下就會去買 欸 有刺激豆 嗯 應該做奶酪乳味 謝謝 真的嗎 真的150 我每次買都一定會超過 150多的 這種真的有看電影很多 真的 啊 我們下次如果看電影可以 先來這裡買一包 然後進電影圈 算了吧 我們很久沒進電影圈 還有他會不酸菜啊 哎呦 對齁 疫情開始之後 我就沒去看電影 這個我跟你講 這種乳味一定要附什麼 酸菜 那是基本配好不好 可是你看 豆乾上掛的一道酸菜 剛剛還說吃一點點 吃完第一口就開胃了 一點點 每個人一點點的 每個人一點點的 含逆是不一樣的 可是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真的要去看電影啊 像 我們之前都會去西門町 但是我跟你講 西門町 電影街的附近的吃都超貴 可以先來樂華 奶油丸 入煮滷味之後 然後再進電影圈 問題是聊天 那我要喝喔 欸 你記不記得那種 那什麼 西門町那邊 電影街 那光一隻雞腿就80 欸 烤雞腿 對啊 然後它的滷味也 它旁邊有賣滷味 也是賣很貴 那是西門町 然後這個 這個超方便帶進去的 都不會味道很重 所以西門町利用了 又很近 對啊 因為其實我知道大家都很 都 蠻多都是騎摩托車 好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台灣人是摩托車民族 要不是他開晚上 我明天是真的蠻想帶滷味去 去 去 去看煙火喔 然後大家小朋友一起吃 或是我們大人 邊看煙火邊吃滷味 我覺得也很好吃 它已經賣得差不多 嗯 它愛用嗎 很好啊 可是冰果不好吃啊 對啊 冰果要 像豬血糕 冰果就會變硬 辣的錢辣好重 然後怕 到狗天 我一定怕變味 不然我覺得啊 因為像他們這種啊 都是當天吃最好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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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應該天氣OK 明天我天氣OK 為什麼 滷味都是開晚上 妳開一間啊 賣白電啊 麻煩你了 妳的技術太厲害了 妳要我賣多少東西 今天超誇張 今天 還沒到攤位 全部都在排隊幹嘛 買拔蠟 全部都在等我們的拔蠟 超誇張的 好啦,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因為已經有客人了 你又要射條封鎖線 真的,買拔蠟 早點來